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大乘佛教的修行一切都是为了众生愿修一切善 只是在这个精进的过程除了有世间的福报 能够安住空性又得到了成佛的资粮 所以把所做的慈悲回向给众生 却能够三轮体空的安住在如幻如化 目的呢为了成就菩提普度众生 将来广修这些功德 那希望这些功德对世间一切轮回苦难友情 能够产生真实的帮助 那么我参加这么多法会 我手上戴着叮叮叮叮叮这么多 但是人家要看的是你的心态 你讲话 我想就像一个犯人戴个手铐 他就惭愧心一点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人带着代表佛的力量的加持物 就是希望我们保持正念 保持断烦恼 所以戴殿珠就是要念一下 降伏烦恼 大转法轮 体正空性 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带着所有烦恼的众生去极乐世界 所以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 以大悲观音菩萨的力量 来利益友情 断烦恼发菩提 那我想带着炼珠也好 带着咒语也好 带着五色线也好 带着金刚神也好 带着咒牌也好 有时候居士载我 载我的时候我看到前面叮叮叮叮带一大堆 都挡到路了 但是我看他开车 就好像我带着 不会撞车一样 不是那个意思 佛菩萨有加持 但是佛菩萨最主要是加持我们的心 为他主要的目的 当然还是会得到一些加持 但是如果把这些力量融入在你内心里面 那我想佛籍是心 所以我们佛法是心法 佛法是在调伏内心 乃至发展佛性 圆满我们的佛性的修行方法 好 我们把念一下 怦恨障色 这叫五方佛的合起来的心众 事实上五方佛也是 佛教显教密正合起来的圆满的意思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佛大 一中间一大旁边是 这也代表五方佛的意思 这也代表佛教的目的 是为了净化有情 有情无情同源种子 所以希望风调雨顺 民安乐 希望这个世界 地球火风跟有情众生 都得到净化 都融入净土 我们要跟对方结缘吧 想尽办法跟对方所有人结缘 但是我现在第二次 请他们做多一点 然后下回我们就有福报 一等发十条 好不好 你没发十条 那都没记得了 十条我还是每天念 每天念 像我都是这样 我每天带一条 可能会念个三天五天 很多大法会 对不对 看到一个老菩萨有缘 好 但是 菩萨说 阿叔喝一杯 有啦 国际的垃圾 但是 我把我带的先送给你嘛 对不对 就像给妈妈一样 所以 但是 这个是个责任 因为我们 我们儿子在生病 妈妈一直为你念 看到儿子要送给妈妈 对不对 我们做儿子的好好念 看到爸爸来了 送给他 那只希望我们的功德 包括诸佛 加持的力量 然后再能够去布施给对方 当然各位要像我这样解释 红的代表什么 你要回去解释哦 所以五方佛代表什么 五种烦恼代表什么 五种智慧代表什么 五趣轮回是什么 如何到五方佛净土 那为什么要成就五方佛净土呢 因为才能够成佛 所以 那为什么要带这个 记得我要成佛 但是我要断除烦恼 所以我要圆满念下 六度波罗命 所以我要世界和平 我要众生离苦 对不对 那因为 这个就是 所有佛教的一个总和 所以我们叫五方佛 佛教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已经念到后来背起来了 就像各位早夜晚 晚夜晚 都在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已经对你来讲 很熟了 佛教没有什么技巧 记住哦 你每念一遍 它会不会再一次加持 昨天的大蒙山放生加持 今天的八观在界 长寿法会 八十八佛 每一次一直给它融入 好不好 就一直 因为 道教的神会越拜越灵 佛教的佛会不会越拜越厉害啊 一样意思 你越拜佛 佛越加持你 你越念佛 佛越高兴 越加持你 彼此 佛教里面叫什么 来 自他真上 整个佛教的修行理论叫 自他真上 千万不要自他好损 不要去说别人错 别人说别人不对 佛教是自他 自他真上 彼此祝福 所以我们佛教讲和谐 佛法无边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没有边的 没有限制的 没有对立的 各位一定要用 你现在是三宝地址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 那你会觉得很烦恼 既然是佛教徒 那你要放弃自己的想法 这个叫我执或法执 用佛的想法 这个叫念佛 那你会有一大堆理由 不行 他哪里不好 那你又离开悲心了 你又离开空性了 对对错错的本体都是平等的 坏人哪一天可不可以做好人 好人会不会变坏人 都一样了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 你就会超越对立 那对自己而言 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碰到事情就是自尽其义 还要超越善恶 超越对立 那不然叫 普度众生 你有对立 那你的心就不圆满 会有冲突的 所以佛陀 包括阿弥陀佛 好人要度 阿弥陀佛 坏人要不要度 更要度 更要度 所以阿弥陀佛 对更坏的人 更有悲心 妈妈对健康的小孩 很快乐 妈妈对生病的小孩 更照顾他 把不好照顾成好 这就是妈妈的心态 教育的目的 把一个不健康的思想 教育成健康 佛教的目的 把那个自私 残忍 称慧 这种不好的心态的人 教育成 成佛 为什么 因为他的 再坏的本体 都是空 都是清净的 只是他被这个像 被这个夜 被这个环境 起的烦恼 所以污染了 所以哪一天 他净化这个污染 像这五个颜色 各位要背 在念是 贪 嗔 痴 慢 疑 那这个贪 痴 痴 慢 疑 五毒 人 人 人 都 具有 但是五毒 你透过五方佛 可以净化 变成五种圆满大智慧 所以佛教你 不是叫你去消灭 我这个人很爱生气 我动不动 我怎么弄也压不住 佛教不是 生气了 等一下 停一停 观察 观察他 这个生气 也会降下来 这个生气 是什么因缘 你就观察他 不要马上反应就好了 观察久了 你会觉得 生气也不快乐 生气不过是一时的冲动 对不对 一时的起心动念 那么他 你稍微平静一下 去外面走一走 他就平静了 他又恢复 没有了 因为生气 只是个因缘所生法 暂时的 假的 虚幻的 不是永恒的 这个生气 别人让你生气 只是因为那个境界 所以你跑出来了 生气永远不是在你心里面 只是我们的心 起心动念 起无名 才会跑出这个生气 但是我们的本体 是轰轰张色 漂不漂亮 我们的心 要像他那么漂亮 对不对 我们的本体是清净的 所以 那你要 让他恢复 恢复 最好的恢复方法 念一下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经 念咒 放生 焉够 慈悲 你就去做这些 透过这个法 透过这个法 就像脏的东西 我们要给它肥皂 我们不是要肥皂 我们是透过肥皂的方便 把脏的弄完以后 肥皂顺便把它冲掉 对不对 不要执着 万法都是对字 而不是说 念佛好 诵经好 那个法门才好 那个都是方便 但是你没有方便 却洗不干净 但是你牙膏是方便 但是跟这个牙蟹松一松 这个全部把它冲掉 因为本来我们牙齿 干不干净 干净 只是我们污染了 所以拿牙膏 代表佛法一样 把他 这个牙膏 就可以把脏的东西 跟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冲掉了 恢复我们本来的样子 所以各位 我们的自信里面 清不清净 清净光明 我们佛教里面叫 这个叫极照 极是本来的样子 照就是显现 显现 这个钻石 你要是切割得很干净 那显现的光 强不强啊 七彩光 所以就像天空 本来都是彩虹的 所以本来的 因为所谓的光 就是七种颜色 结合起来的 所以当你清净的时候 它又显现七彩光 所以我想这个叫极照 照就代表 你能够显现 无方佛的各种 智慧善巧方便 但是你要让它照 一定要先清净 镜子如果擦得很干净 我们的摄影机镜头 擦得很干净 那拍出来的镜头好不好 高画质的哦 HD的哦 但是你要画质越好 你要越清净 就像小朋友的眼睛 看他眼睛就知道很清净 哇黑的是黑 白的是白 都没有写诗 因为小朋友的眼睛 所以他本身就比较清澈 但是因为他活久了 那个眼神就变了 地狗的地狗 生气的生气 老八油的老八油 因为他开始污染了 开始污染了 所以我想各位 修行者要修行到 让人家感受 你越老越好看 虽然有皱纹 但是皮肤呢 就是这样嫩嫩 粉红粉红呢 眼神呢 就是有没有带刀带枪 这个是没办法的 因为修行人 他真正修行 他也骗不了别人 反正他给别人的味道 就是那个味道 走路也好 一举一动 都是如此了 所以在这一点 除了忏悔 各位就不要随时 不要让自己有机会 起心动念 太烦恼 太放不下 太生气 太放逸 你每天喝酒 你每天去玩得很快乐 这个贪 就会让贪的鬼 造成你的业现成 所以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门户大开的意思 所以你保持 为什么八观灾界 能够改变命运 我们今天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我内心里面 没有别的念头 贪真是没有 今天念佛念法念身 念净土 念戒律 念布施 而且守戒 这个时候磨不清 还可以净化业障 所以可以脱离病